哈啰,大家好,我是起冲 欢迎来到财务自由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现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可以去书店买 上一期视频我跟大家说了 在马股投资里面的第二步就是蓝筹股 当你学会了这个蓝筹股过后 你就已经在这个投资世界里面 已经是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了过后呢 你现在要踏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大学 在投资世界里面的下大学是什么呢 这个大学就是第三步 这个股票叫做成长股 你下一个要进军的目标就是成长股 什么是成长股 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蓝筹股 上一个视频我说的蓝筹股 什么是蓝筹股 蓝筹股就是马来西亚的股票里面 30个市值最大的股票 这些公司规模是非常大 大到它已经很难再继续成长了 因为真的太大了 在成长下去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它依然是每年都赚很多的钱 然后它可以派很多股息给你 它唯一坏处就是它已经停止成长 它很难再股价翻倍给你 这就是蓝筹股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的成长股 就是这个蓝筹股完完全全的倒反过来 成长股的特征是什么 成长股的特征就是 通常它是中小型公司 它不可能是大型公司 它只是中小型公司 然后它是不断的在成长成长成长的 什么方面成长 就是它的业绩 业绩基本上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营收 一个就是净收入 营收就是表示 它这个公司它一年里面 赚了做了多少钱的生意 这个净收入就是 它做了多少钱的生意 扣掉它所有成本 还剩下来的就是它的净收入 所以所谓的成长股 就是在营收和净收入方面 都是要节节上升的 不断的成长成长成长的 比如说今年它做一亿的生意 明年它就必须要做两亿的生意 后年它做三亿的生意 以此类推 这种就是成长 成长股就是这样 它因为它是中小型 它才有本事继续成长 成长慢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如果它已经像蓝筹股 这样已经是巨无霸了 这样它就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 它很难再长过去下去 因为太大了 这就叫成长股 然后成长股呢 它有一个问题 算是坏处了 就是因为它需要一直不断的成长 所以它公司赚到的钱 每一分钱它都会拿进去 扩充它的公司的规模 所以它就没有多余的钱 来派股息 所以你买成长股的时候 你不可能期待它会给你很多股息 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它 你可以期待的东西呢 就是呢 期待它成长 成长 然后它的股价就成长 成长 成长 你没有办法在蓝筹股 期待股价翻倍 但是你可以在成长股里面 期待这个股价翻倍 但是呢 成长股呢 它的风险是很高的 因为它是中小型公司 它的业绩并不是那么稳定 如果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海啸 扑过来的话 它可能这公司就倒闭了 也可能呢 就是从此呢 就是一蹶不整 然后这个公司就几乎是完蛋了 所以成长股呢 会有这个风险 就是呢 它如果遭遇到什么很大的危机的时候 它可能会过不去的 如果是那些蓝筹股的话呢 就算是遇到很大的危机呢 多数都能过得去 很多中小型的成长股呢 一过不去其中一个危机 就是完蛋了 你买它的股票 可能就变成废子 尤其是那些成长股 本来你看它一路就好好的 然后突然间基本面变坏 然后突然间跌进去皮炎石器 然后就是完蛋了 就变废子了 成长股呢 跟蓝筹股相比呢 成长股是非常难 非常困难操控的 蓝筹股啊 你之前呢 我教的就是呢 你需要看什么 你需要看呢 蓝筹股已经有30个 选出来给你了 30个 然后这30个里面呢 你只需要去看他们的公司的业绩 有三种吗 我说过了 三种业绩 一种就是还有再继续成长的 但是成长股权不大 一种就是维持一条横线 每年都是赚一样的钱 但是它没有跌下来 第三种就是节节败退 它生意每年越做越差 所以呢 我那时候我教你们呢 就是你们看蓝筹股呢 你们要买的 起码要买那种一条横线的 如果可以买那种 还有不断成长的更加好 但是 通常那种不断成长的成长股 会有个问题 它的股价太过贵 可能不划算 要等它跌价 大减价的时候买才划算 现在的成长股 第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叫成长股 要怎样找成长股 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股票里面 有900多个股票 刚才我说的蓝筹股 就杀这个吧 而且选好好给你 可是这个成长股呢 你必须要在剩下的900多个股票里面 找出来真正的成长股 这个就是考验你的功夫的时候了 当然市面上呢 有很多种师傅呢 他教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怎样找出成长股 包括我自己 我在我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那个新手买股一本 我也有教大家要怎样找出成长股 大家有兴趣 大家自己去翻那本书 每一个师傅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其实我总而来说 成长股呢 基本上你要找的要素就是 第一就是 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的收入 还有它的营收 它的业绩这方面呢 必须要每年都是上升的 每年都必须要上升的 起码都是你看得到这个东西正在成长 它不会跟你维持一条横线 或者是跌下来 它是每年都在上升的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然后第二就是你要看它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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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t margin profit margin 要够高 profit margin 就是说 他 做 他做100块的生意 他拿回来的净收入是多少% 这个就叫profit margin profit margin 必须要高 profit margin 要高就代表这个公司呢 它的那个 它有竞争优势 还有它可以节省成本 只有一个公司呢 它能有竞争优势 然后它又能节省成本呢 这样的公司呢 才是有前途的 还有另外一个 你也是可能要看它的ROE ROE呢 就是看它一年里面 它的赚钱能力 ROE越高就代表 它的赚钱能力越高 总之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你们要这个去看 到最后你们选出来的成长股呢 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 就是呢 成长是最漂亮的 大总股 可能你900多个股票里面 所以你倒出来 到最后你可能只选剩五个 这个你们慢慢去学一下 要怎样选出真正的成长股 所以我都说了 你选这个成长股呢 你的要做的功课 比蓝筹股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之前我说 蓝筹股只是一个高中的交易 但是这成长股 绝对是大学交易 你等你这个成长股呢 你已经学得炉火春筋了 你就等于大学毕业了 好吧 OK 然后我告诉你 就算呢 你真的是找到了这个 成长股啊 你真的是找到了成长股 从900多个股票里面 你成功找出来五个成长股 你接下来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呢 这些股票呢 你已经确认了 他们的公司的基本面 是绝对成长 绝对良好的 但是 现在你的问题就是 你要在什么时候买 要在什么价位的时候才能买进 是不是一个大问题 通常这些成长股呢 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市场非常的看好他们 市场看好他们的话呢 他们的股价就会相对的非常的贵 可能你会觉得不划算 你如果太高价买进的话 可能他上增的空间不高 可能人家买他这个价钱呢 是买他十年后的价钱 人家已经看好他十年后了 这个公司会去到什么规模 所以现在给出来的价钱是十年后 这样你买下去的话 你用现在这个价钱买下去的话 可能你要白等十年后 明白我意思吗 你现在买下去的价钱 已经是十年后的价值了 所以明白 有时候你找到成长股 你找到好的公司 不代表你就要马上重新去买 你要先看一下 现在这个股价 是不是适合你买先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找那个历史本益比 你们可以通过那些apps 去找一下这个股票 它的历史的本益比 就是它的历史本益比 每一年的本益比摊开来看 正常的成长股呢 它的本益比呢 应该是慢慢的上了 慢慢的上 慢慢的上 它如果呢 它突然间上到很高的话 一个非常急的上到很高的话 就代表呢 可能有某些事情呢 使到它的股价突然间高起来 这种情况呢 就可能是 它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 可能太贵了 你可能要暂时冷价不要买 如果它的这个股价呢 那个本益比 历史本益比 突然间呢 跌下来 这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下研究 这个公司 是不是基本面变坏了 所谓的基本面变坏 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是它业绩会不会出了问题 它的营收跟它的收入是不是下跌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到这个公司呢 它的 跌下来是因为呢 一时半刻的坏消息 不是永久性的问题 这样的话你可以尝试 可以老起来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相对的低位 就是它本益比本来是好好的慢慢上 突然间跌下来 就代表它股价突然间跌到很够力 然后你要看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是发生大问题的话 这样不可以买 它再便宜你都不能买 因为它会继续跌的 如果它发生的问题 只是你认为只是暂时性的 这样你就可以给你自己一点信心 可以不可以老起来 所以你买一个成长股呢 你也是要看它的股价 到底是相对的高位 还是相对的低位 一只好的股票 你买在一个错误的价钱 你的结果也是错误的 一只好的股票 你必须要在好的价位买入 它的结果才是好的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呢 这个成长股呢 你所需要学的东西 是非常的多的 所有在股市里面 投机还是投资的朋友都好 每个人其实每天都在想 要怎样抓到一只成长股 然后抓到这只成长股 过后呢 就等着它的股价翻倍 翻倍翻倍 然后就坐在家里面 躺着什么都不用做 每个投资股票的人 都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但是问题是 这个股市呢 是一赚二平七亏 绝大多数在股票里面的人 都是亏钱的 这样又怎样每个人都可以 成功的抓到这个成长股 当然没有这么容易 要做很多功课的 像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我只是讲了一些皮毛 但是你们可能从我讲的话里面 已经开始嗅到 开始感觉到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OK 我今天我就大概的跟大家讲完了 什么是成长股 当你们学完了这成长股 成功的操控完全部成长股了过后 你们就真是从马股的 这个投资世界里面呢 是大学毕业了 恭喜恭喜大学毕业了 这个视频再跟大家讲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